大家好,我是赛挺队长,家图四壁胡思乱想 今天咱还是聊这个俄罗斯那边的事 根据有关新闻呢 俄罗斯的空天军司令曾经出任特别军事行动的总指挥 长得有点像天龙元帅 长得很不清真的那个苏罗维金大将 他被逮捕 消息来源是莫斯科时报 但是虽然这个报纸啊 他有莫斯科这三个字对吧 但是这家报纸呢 他总部在荷兰并不受俄罗斯政府所控制 所以关于他的真实性呢 我们现在就是有待考察 现在录制的这个时间是2023年的6月30号 我这期节目可能会在7月3号上线 到时候再看有什么新消息吧 那同时呢 我也看到了一些自媒体都在说这个事 可能是看来这个可能性啊 是比较大 我现在姑且当这件事是真的 是吧 否则的话那往下我没法聊了 这个苏 苏罗维金的履历呢 已经有不少媒体都报道过了 不过有几件事呢 我觉得值得是拿出来重点的说一说 1989年当时还是上位的苏罗维金 这这女儿怎么总念不顺呢 苏罗维金啊 苏罗维金呢 带领他的团队啊 去联队啊 参加这个军演 因为驾驶员操作失误 一辆满载弹药的步兵战车 起火燃烧 那么苏罗维金一边命令部队啊 紧急疏散 然后他自己 跳车啊 跳到那个战车上 把这个驾驶员拉出来 然后他自己开着这辆车啊 狂奔两公里啊 开到一处水库附近用水灭火 而且在战车落水之前 他是跳车逃生 是吧 因为我玩坦克世界的时候 我被打着火之后 也想过说开水里用水灭火啊 但是我都没能成功 看来这坦克世界也不是那么贴近现实啊 啊 那么苏罗维金啊 这次 英勇的举动吧 那让他获得了苏联的高等军功之一 军事攻击的勋章 那么另外就是在八五九事件 他也有参与 当时苏罗维金他率领部队啊 前往莫斯科和游行群众爆发冲突 那苏罗维金啊 下令打死了三个人 随后呢 是遭到了逮捕 叶利钦上台之后 苏罗维金被特赦出狱 呃对于他当年的表现呢 就是那个瓦格纳老板 布里格金 他就说 他说如果是苏罗维金 他呃 能这个让他的部队装满弹药 然后把那个叶利钦从坦克上拽下来 如果他能及时做到这一点的话 啊 布里格金说 那我们到时候 我们现在可能就要生活在一个完全不同的国家了 那 但是我相信啊 那个完全不同的国家会比现在的俄罗斯更烂啊 因为他们会不思进取 他们会完全僵化的按照计划去行事 他们的国库会空虚 而且 政府高层 浩大喜功 虽然是财政空空 但是也愿意说 呃这个撒钱 显着自己很有钱啊 撒钱给海外留学生 而且他们还会继续那种官僚主义 在民众还在排着令人绝望的长队领面包的时候 他们还会吃到啊 大量的黑海的鱼子酱啊 那些罐头 进了那些高官们的餐桌 是吧 那么苏维罗金啊 保持的 呃不是 苏罗维金呢 苏罗维金保护的就是这样一个国家 他失败了一点都不值得同情 你像戈尔巴乔夫拍的那个必胜客广告 是吧 里边客人提到说这个 苏联解体之后啊 一团糟啊 但是呢 还有希望 还有起码还有必胜客呀 啊 那我相信 如果苏联不解体的话 他们看不到希望 他们是吃不到必胜客的 即便是能吃到 那也是领导先吃 那些个局长部长先吃 民众这个级别 他们是没有资格的啊 那么 苏罗维金呢 在这次俄乌冲突中 俄罗斯正规军啊 是为数不多的啊 有一定表现的高级将领了 他在乌克兰啊 袭击克里米亚大桥 就是在去年普京生日那天 袭击克里米亚大桥之后 上任总指挥 可以说是临位受命 那么上任之后 就对乌克兰全境展开了大规模的战略打击 阻止了乌克兰军队反攻的势头 那也是扭转了局势 相比这个 呃 格拉西莫夫啊 邵逸古啊 他们那种保守啊 甚至说 你看邵逸古 他交合板差别帅 他都不是一个军人出身的国防部长啊 但是这苏罗维金呢 他是 他是参加过很多次俄军的行动 包括什么车臣呢 包括叙利亚的军事行动 他都参加过 他但论战功啊 但论实战能力啊 他是比邵逸古 比格拉西莫夫要强的 但他呢 也是一个很有争议的人物 反对他的人 认为这个人呢 残暴 腐败 不尽人情 确实是 他在那个叙利亚 已经制造了多起什么 那种屠杀呀 那种流血事件了 那腐败更不用说了 他当初因为倒卖军火也进去过 因为倒卖军火进去过 那值得一提的是相比于这个普里格金对于邵逸古对于格拉西莫夫的不满 那么苏伊罗金跟那瓦格纳他们这个关系就愉快的很多啊 而且他支持瓦格纳的力度呢也强很多 这一次瓦格纳的清军策完全可能有苏伊罗金这个人的参与 瓦格纳雇佣兵在善战 他就是地面武装 他有飞机吗 没有啊 长途奔袭这么远 没有空中掩护 很容易遭到飞机袭击 对吧 你想想那个伊拉克战争 那个死亡公路 对吧 那么多坦克呢 你建着飞机了 不全爬窝 不全报销了 成飞铁了 那俄罗斯的导弹虽然是打的不准 但是对付你跟瓦格纳还是绰绰有余的 然而在普里格金兵变的全程 我们都没有看到俄罗斯空天军出动的记录 沿途打的都是俄罗斯陆军的航空兵直升机 没有战斗机被击落 也没有战斗机出动 这说明什么 俄罗斯空军都被打没了 不现实啊 那真相只有一个 就是 空天军在司令的指示下 按兵不动啊 所以呢 我们可以大胆的去猜想 普里格金和苏维罗金 两个人会进行过一些 曾经进行过一些消息上的互通有无 甚至于瓦格纳兵变 这苏维罗金呢 是知情的 甚至是持 持这个肯定啊 持支持的态度的 那在普里格金兵变之后 由于他独立于国防军系统 处理起来不是很方便 所以就先处理不听话的苏维罗金 这所谓的不听话就是 明面上虽然是反抗了 虽然是他录视频 劝普里格金了 收手吧 没必要 收手吧 但是呢 他这是什么 他这是非暴力不合作 他上班摸鱼 他知道这你不敢把我怎么样 所以我就大胆摸鱼 沙俄包括苏联后期都是这么崩的 你要知道权力这东西啊 看着是自上而下 咱们觉得领导有权力 给下边能那个什么 发命令 下边人去执行 对吧 那其实是反着的 下边的人认可领导的权力 领导说出来的话才好使 这也是为啥说 1917年有人振蔽一呼 血腥统治 俄国300年的罗曼诺夫王朝就完蛋了 因为自下而上达成了共识 他们不再认可沙皇 沙皇的权力也就解体了 没人听他的了 大清也发生过同样的事啊 统治中国268年的清政府 在武昌一声枪响之后 就陷入了巨大的 这个统治危机 那些个封疆大利 都是啊 可以说是自下而上的 不认可清廷了 湖北新军 第二阵的协统黎元宏 担任湖北都军 广西的提督陆荣亭 总管广西军政府 然后福建陆军第十阵统治孙道仁 被推举为福建都督 蔡厄呢 当云南都督之前 他也是一个协统 以上说的就都是 所谓的合法性的危机 湖广总督瑞城在起义当天 弃守都督府 弃守湖广都督府 这就是动摇了清政府 统治中的合法性 那统里也是俄乌战争啊 还有俄国失败的阴影 他动摇了普京统治基础 跟合法性 现在俄罗斯这样一个 极度依赖权威的国家里 核心的管理层 他的天威受到的挑战 是吧 厨子前天是民族英雄 昨天是恐怖分子 是叛国者 然后今天又跟没事人一样 他去了白俄罗斯 这是匪夷所思 这件事呢 也从根本上违背了俄罗斯的传统 因为俄罗斯这一个极度宠拜啊 极度目强的 宠拜权威极度目强这样一个国家 那他们历史当中的领导人 都是铁腕人物 一旦领导人表现出来了虚弱 就会被各方面的啊 头脸人物啊 被老百姓啊 所抛弃 普京的权威不断加强 就是因为他在历次危机当中 都能保持铁腕 不管承受多大的压力 多大的代价 都坚持强力解决 那最好是武力解决 普京的声望呢 就是这样被积累起来的 俄罗斯人就崇拜这样的领导 那这一次他也要展示出他的铁腕 但是普利格金不好处理 那就先拿自己人 先拿苏洛维金开刀 对于少依谷元帅来说 这也是他一个清洗军内对手的机会 不过呢 这也代表着俄罗斯的军队里边 最优秀的将军和他的追随者将会遭到打击 对于乌克兰人来说 这肯定是好消息 但对于普利格金来说 这可能也是好消息 因为苏洛维金在前线啊 让军官的让士兵的是得到一些人的支持的啊 因为毕竟是跟着他还能勉强能打出那种胜仗 至少是输的不太难看的账 你换成拉平之后就完了 那少依谷呢 前线士兵不喜欢啊 这种情况之下 那只会加速让那些比较优秀 比较能打的俄罗斯士兵更加的倾向普利格金 那更为恐怖的是 当这次军队的清洗开始之后 不知道有多少人会被解雇 这期间人人自卑啊 为了防止自己被清洗掉 可能就会有人鱼死网货 苟急跳墙 那总之在普京这个当代崇祯的统治之下 杰出的军人只有像索良玉那样 寡连掀耻 蔑视朝廷 随时带领军队给皇上那么一下 这才能越混越好 相反像什么 孙传廷 像卢相声 这样忠贞不二的将士 恐怕以后啊 要死无葬身之地了 好了 关于这个苏罗维金被抓 咱们今天就聊这么多 感谢各位的支持 谢谢各位 未经许可 欢迎认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